专注地摸着纸上一个个凸起的原点 这位带着耳环的漂亮女生正认真的浏览演讲资料 她不是偶像剧心理人气里饰演小三的演员朱欣怡 而是我国第一位通过国家考试的视障心理智商师 受访这天她破腰到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演讲 主办单位为了希望让更多人参与 还透过电脑连线的方式串联全台各地的视障朋友们 一同与欣怡老师讨论视障者如何自我调整 找到能够亲近社会的方式 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表情 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没有表情 然后或许是忙了久了就会习惯了没有表情 一开始是有的 可是后来就会变没有 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 脸上要带着一些表情来跟明眼人互动 才会比较自然 因为视障者觉得自己的眼睛反正我们又不会 又看不见 我们就不需要用眼睛去对着人家讲话 可是在研究指出就是 你对一件事情很在意很关心很想了解 或者你有自信的时候 你的眼睛其实是会正对的对方 所以视障者常常会忽略这件事情 他以为他反正又看不见就无所谓 但是其实眼睛是传达出你对这件事是不是在意 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外表看来相当乖巧的朱欣怡 求学时期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却在15岁那年被医师检验出罹患了脑瘤 让他从此失去了视力 顿时从样样都优秀的云端地位 跌落到眼前一片黑暗的世界 曾经他也一度彷徨 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 但在家人的支持下 让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故事 回馈这个社会给他无尽的爱 想要从事心理智商的工作 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决定的 那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因为 一方面是自己有感觉 一路上真的从我15岁长脑瘤 17岁失明开始 我觉得一路上真的获得太多的帮助 就不是凭着我个人的自我调试 就可以走完这段路的 所以我觉得我开始有那样的动机和热忱 那接下来是在高中的期间里面 我很偶然无意中地发现一些 别人以为自以为隐藏的很好的情绪 但是会被我不小心地发现 对所以我发现 奇怪我们好像是没有了一个感官 可是其他的感官 尤其是心好像变得更柔软了 更容易去贴近一些人 除了将自己的经历述诸诸于文字发表 朱星宜老师也透过多长的演讲与座谈会 告诉社会大众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希望自己的生命故事 能够鼓励那些做不出来的人 我很容易受到拒绝 这是很不可避免的事情 就是别人因为很多的不了解 然后不知道你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你一开始要进去的时候 其实雇主或者是那些单位都是怀有那种 那你进来 不是像个地雷一样 随时都会被引爆 我不能说这些东西都被我一一克服了 而是说我让他感觉到是我有备而来的 就是我会把我的一大堆辅具拍照片 给他看说我们可以怎么学习 然后我可以把我手上给他看 告诉他我以前的经验 我可以从哪里走到哪里 然后我正在上大学 所以学习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困难 走在这条丰岸的走廊上 朱星宜老师的脚步始终没有停过 这里是他攻读研究所的学习环境 也是他回馈这个社会给他爱与包容的地方 一般社会大众很难想象 一个双眼看不见光明的人 如何做好心理智商 但在同时眼中 朱星宜确实是个让人不得不称赞的最佳典范 我们有邀请他过来 就是帮协助我们学生辅导的一些服务 那他对学生也是很关心 然后也会就是很积极主动告诉我们说 那学生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们也会跟他多做联系 多做沟通 就是对于这学生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更多的一些辅导 还有一些支持 从双眼失明到通过国家考试 朱星宜用他的毅力克服了所有人 都视为不可能的阻碍 他用行动向世人证明 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是这样者也能够比较办理 第四频道综合报导